就在上周坐享世界第一银行之称的中国工商银行 突然宣布出台了一项政策 引发了广泛海外华人的关注 只因这项政策与外汇息息相关 4月13号工商银行发布公告称 自北京时间2022年4月17号零时期 将关闭个人外汇买卖业务电话银行和公银亿投资渠道 客户可继续通过网上银行手机银行渠道办理业务 自北京时间2022年6月12日零时期 工商银行暂停个人外汇买卖业务新客户签约 及全部交易品种的开仓交易 持仓客户的平仓交易不受影响 与此同时该行表示 本次仅调整个人外汇买卖业务 不涉及个人结售会业务 个人结售会业务可正常办理 那么我们该如何解读这两项同时公布的政策呢 对我们普通有换汇需求的个人 到底会带来怎样的影响 咱们今天就来看一看 据工商银行官网介绍 外汇买卖是该行为客户提供的 不同外汇之间的买卖的投资交易产品 仅止一种外币与另外一种外币的买卖交易 都包括涉及人民币的个人结售会 所以就从这点来看 对于大多数需要用人民币 来换取外币的消费者来说 就毫无影响 大家便可大松一口气 同时上述公告强调 调整生效后 为满足资金账户内外币资金互相兑换的需求 自6月13号7时起 客户在签署 中国工商银行外币兑换交易协议 中国工商银行外币兑换产品介绍 即中国工商银行外币兑换交易规则后 依旧可以通过该行营业网点 网上银行 手机银行 电话银行渠道办理外币兑换业务 当然如果未签署 则彻底无法办理外币兑换业务 上述文件仅于首次办理时签署 后续无需重复签署 我们通过产品资料发现 其实2021年已有多家银行宣布 暂停或调整个人外汇买卖业务 比如2021年7月27号 招商银行公告称 自8月23号起 我行将根据新版协议文本 暂停个人双向外汇买卖业务的新开仓交易功能 客户将无法新发起开仓交易 原有交易平仓不受影响 还指出个人外汇期选业务 即日起停止发售新产品 2021年8月30号 华夏银行发布公告称 将于12月1号起 暂停个人外汇买卖业务 恢复时间另行通知 8月31号 华夏银行又对上述公告进行了澄清声明 声明称为升级优化技术系统 自12月1号起 华夏银行将暂停办理个人外汇买卖业务 业务恢复时间将另行通知 个人结售会业务不受影响 可正常办理 不过像工商银行这种级别的国有银行 确实是首次推出这样的政策 对于这次工行调整个人外汇买卖业务的原因 浙江大学国际联合商学院数字经济与金融创新研究中心 联系主任研究员盘和林向记者表示 之所以推出这样的政策 其一是外汇买卖本身业务货客量不高 参与的人很少 该业务对于工行这么大体量的金融机会来说比较鸡肋 其二是外汇买卖有很多合规风险 在外汇波动期间也容易被海外对冲基金利用 外汇买卖本身是一种投机品 当前中国对个人外汇兑换本身就有一定的限制 所以这方面合规压力不小 其三是投资人和微信进一步驱沿 展厅新开户是此类业务或是考虑到外汇存在波动风险 中国香港金融衍生品投资研究院院长王红英也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工行展厅个人外汇买卖业务 其实主要是防止外汇投机性角度突发 防范风险以及规范商业银行正常的经营范围 但是在一些经常性的项目下有正常的外汇资金使用需求 比如说企业正常的进出口贸易 包括旅游和读书留学等换汇行为国家还是支持 所以此项政策可以说是对大部分日常外汇需求的消费者 确实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 不过对于利用外汇投资理财的人 可能多少还会带来一些不便 但其实普通投资者想投资外汇产品 其实渠道非常多 银行本身就有丰富的外汇理财产品可以购买 未来外汇的期货期权很有可能会规范到 现在期货市场交易体系的设计中 一旦中国金融交易所推出外汇期权期货 投资者就可以在这个市场进行规范的投资交易 好了 总体来说 公行推出的这项外汇业务 可以说是雷声大雨点小 虚惊一场 对于我们这些生活在海外的华人群体 基本可以说没有太大的影响 喜欢本期视频请关注点赞并分享 下载APP解锁更多功能 我们下期再见哦